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成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留在这里工作、生活。 童子林社区是成都市外籍人士最集中的社区之一,为了更好服务居住在社区内的外籍人士,同时能让他们切实参与到社区发展治理重来。 该社区于2018年成立了国际志愿者联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少国际志愿者们挺身而出,站在了抗疫一线。 来自斯里兰卡的沙浪就是其中一员。疫情期间,沙浪选择了留在成都,并主动加入了社区的防疫志愿队,为刘荣的外籍人士提供服务。 因为部分海外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有势偏颇,让沙浪远在海外的亲友很是担心。 于是,在疫情期间,沙浪拍摄了不少视频来告知他们自己生活城市的现状。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精通中阴霜雨的优势在网上发布英文资讯,让海内外的外籍人士能及时了解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 I think the main purpose for recording all of these events is that we really wanted to show people, you know, back home in our country, so for friends, that, you know, everything is safe he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protect everyone. and because there is also a lot of negative news online during this time, especially abroad, and a lot of their ideas come from, you know, from information that has, you know, no base, no real facts. and when we put out this information, we have facts, we have proof through these videos, through, you know, all these officials working every day without, you know, any rest to protect the people and so on, so we try to take this information out and show it to them. 和沙浪抱着同样想法的还有来自尼泊尔的独立摄影师阿玛尔。 身为摄影师,阿玛尔最喜欢的就是用镜头记录下在成都生活的点滴。 阿玛尔说,他很喜欢中国,中国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而疫情爆发后,因为一些外媒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不实报道, 不仅让他的家人朋友担心,也让了解真实情况的他感到不公。 于是,阿玛尔决定走上街头,用镜头记录事实,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故事。 因为很多社交媒体说,那是全世界的离开,没有电路,没有社交交流。 我用这些照片来分享给世界,你觉得什么,什么媒体说的,不是真实的。 我们在家住在家,因为别人的安全,不让疫苗发生在世界上,不让疫苗发生在任何处。 所以我们就在家住在家,跟政府说的这些东西。 著名景点,公共交通枢纽,菜市场,阿玛尔拍摄的都是疫情下最能展现民众生活状态的场景。 每个人都说,你不能买什么,它是太贵的,你甚至能够找到任何东西吃,日式饭食物。 自农历新年第一天至今,阿玛尔已经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其中还有不少照片被外媒采用。 沙浪发布的视频也受到不少海外观众的欢迎,他们都表示,未来他们还会继续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我做的过程,并且我会做的过程,因为我会做的过程,因为我会做的很多视频,在《Candu》的日式生活中。 但我希望,我没有必须做这个因为我还没必要回到中国的情况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